大家好,歡迎收看C基金9月8日的中午直播 不好意思,遲了開始,好得剛剛有個電話在討論 所以林高人王叫我先播出一個直播 如果說大事的話,我都不是準備了很多 主要新聞是昨天的Bitcoin倒下來,大家應該都知道 大概5萬多跌至差不多4萬1、2的位置 但是跟薩爾亞多那邊第一次有一個官方 Launch了承認Bitcoin這件事 但是好像都不是很順利 好像很多人去用Bitcoin購物 或者是吹東西那些都好像在Tech方面都好像有些濕制 然後又有些遊行 所以就不知關不關事 所以都回調了一些 另外就有Apple的Event 就說下星期14日會開始 都應該會有iPhone 如果大家記得去年,其實是延遲了 另外一個新聞就是中美那邊有一個綠色低碳的相關會 現在都看到有些能源股類別 例如農園那些都升得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事情是有關的 我看看浩德會不會回來補充一下 可能講一下大致 或者看看能不能回答大家的Q&A 今天我就打算講一下廣氣 因為我看到昨天有人問 在講廣氣之前可以講一下比亞迪線 很快就這樣說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 它今年就要開啟新的E平台叫3.0 主要裡面的產品就是那些海洋系列 大家如果記得我之前有說過那些海豚 那些車款那些 接下來可能就有些海鷗 下年就有些海獅海豹 它今晚就會有一個發佈會 7時半 看看它們有些什麼可以說 之前也有提過 然後廣氣其實也 昨天一問完 然後高敏昨晚就出了報告 就downgrade了廣氣 不知道關不關事 今天就下跌了5% 那 那就 看看A股 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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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那 那你就見到它就 轉了做sale 在A股那裏 那 因為你都見到到價了 它之前看的price 13.99元 然後 GAC H股 其實是未到價的 但它都轉了做neutral 其實這隻GAC本身 是高敏他們 有一個conviction list 那它現在就remove了 那 那 你見到 H股的p就相對低一點 那 那個股本也是佔三成 如果算回運 總股本 那 那 那 如果說 剛剛 八月尾的業績 我就 不詳細說 那 其實主要 廣氣 那個driver 你見到它 最近 GP margin 都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那 其中主要都是因為 它有那個 新能源產品 那個Ion 那 另外 它有些 你知 它們有個 自己有個 傳奇 叫做傳奇的品牌 都有一些新的model 出了 所以 那個 比較高的margin 就可以 拉高一點 那 那 其中 想說的 就是 這個Ion 其實 它已經有五款車 到現在 那 我自己猜 它這次 這個rebrating 可能是 跟它 現在 9月 它會 上一隻 的Ion 5 Ion 5 V 它有一個 快速 充電的 性能 升級版本 會出來了 9月 所以 不知道是否 開放這件事 因為 其實 它現在 整個Ion 系列 五架 其中一架 Ion 自己 有四架 另外 它還有一個新能源 就是G3 就是傳奇 現在 目標 是 今年全年 11萬架 都可以 這個 其實 如果你對比 說 Nio 小鵬 那些 真的多些 如果說 11萬架 因為 你如果知道 那幾間大陸的 上年 或者今年 其實我猜 都過不到10萬 大概7-8萬 大概 7-8萬 Ion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是應該 跟比亞迪 那些做 對比 多些 跟比亞迪 對比的量 真的差很遠 然後 另一個 亮點 就是 它 那個 capacity 都會加 尤其是 這裡也有說 的 這裡也有說 你會看到 其實它 賣得比較好的 那些 brand 例如是 Ion Honda Toyota 其實現在那些 產能利用率 都是很高的 那 Ion 應該 夏年年 會有一個 新的 場 可以出到 新能源 汽車產能 其實都是 降低 Ion 還有再加 轉期的 G3 所以 你看到 全年 可以增加 10萬 車的 產能 加上 我猜 大概是 20多萬 另外一個 亮點 就是 Toyota 那邊 如果大家知道 Toyota 因為芯片 和疫情的影響 其實 7、8月 海外 那邊 Toyota 自己的廠 是有 製造卡 那 這個 廣氣自己的 豐田 新能源 產能 7月的時候 有個 頭產 產能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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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原因 就是 可能 跟 Toyota 那邊 新能源 部署相關 如果 你說今年 Toyota 新的 Model 反而 只有 Sienna 但 都有機會 是爆款 那邊 是 那邊 是 那邊 再 看看 剛才有個 Model 的 Model 的 PP 等一會 等一會 這裡 你看到 Toyota 有個MPV 大家都猜 它是Sienna 然後 Honda 有個 叫 浩瑩 Tock-In Hybrid 其實 你看到 如果 你說 Toyota 和Honda 其實 都是 廣棄 其中 一個 比較重要的 業務 但 新的Model 就不太多 這個 其實都很扣分 接著 就說 Ion 如果 Ion 產能 可以 有個 再 上升空間 但 現在的 量 是 今 個月 大概 一萬架 車 所以 每個月 大概一萬架 車 其實 對於 業績的影響 還是比較小 現在比較初期 所以 整體來說 就是 如果 你說 車的發展 你知道 之前 轉期的銷量 都不太好 現在 有一個 Ion 這個 新能源 去 行動 公司的業績 另外 一個 兩點 就是 科技方面的發展 這裏 都有提到 最主要 我也是在想 應該跟電池相關 因為 剛才 有說過 超級快充電池 應該會在 9月 新版 應用到 到時 可能 都 會支撐到 今年 11萬個 銷量 這個指標 因為 其中一個 亮點 就是 很多新聞都說 就是 充電很厲害 可以8分鐘 充到 80% 那裏 可以支持到 差不多 1000km 的續航 其實 這個 如果 公率來說 這個 相對 差不多 500kW 的公率 其實 現在 在大陸 來說 真的可以 充到 都是 百多二百度 所以 雖然 可以充得這麼快 但是 有沒有這麼多地方 充到這麼快 這個 要再想想 另外 就是 海綿龜庫極片 電池 這個技術 你看到 他也有一個 增產的方面 也會說到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電池的 頭產 接下來 9月 但是 這個 我估計 大概 是 十幾 GW 的 產能 如果你 相對 比亞迪 和 寧德時代 那些 差不多 100 或者 100 以上 所以 比例 相對較少 所以 整體來說 就是 公司 嘗試 轉到新能源 那邊 但是 都是初期 都需要時間 轉變 你看到 在 估值上 其實 都 現在 街頭股 去 2021到23年 那些 top line增長 都是10%左右 那 其實現在這個PE 如果A股來說 這個PE 其實都是 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比較 反而 現在 只是看 Valeration 的話 是否相對便宜 這個就是 我 暫時 覺得 那個結論 是這樣 那 跟著 就有Elliot update Mairi 他之前 剛剛 昨天有提過 他就聽完 那個call 有些少補充 公司的業務方面 的情況 謝謝Elliot 今天就是講一下 Mairi 是在周二時候 聽了一個他們管理層的 一對一的一個call 就是能夠有心跟他們的 這個首席的這個IR 去單獨 去問一些問題 所以說我也聽到了一些 相對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東西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關於這個SaaS的軟件 這個之前我在這個雪球上看到 大家其實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Mairi在這個季度 在SaaS軟件上 是有很多的進展 所以說他們的這個 為什麼要去做這個SaaS的這個軟件 還有他們的目的 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說我先問一下IR這個問題 IR就解釋這個 它的解釋是說這個SaaS軟件 其實並不是為了直接去盈利 而是說更多想要去改變一個 醫院的一個使用習慣 然後同時讓他們長期的能保持一個客戶的 一個年輕的一個情況 其實關於這個SaaS軟件 可以跟大家補充一下背景 其實像這種高端一點的醫療設備 它一般除了這個硬件以外 它一般都會有一個軟體方面的一個補充 然後這個軟件的話 其實就是它能夠就是讓你能夠去方便的操作這個設備 其實軟件的這個重要性不亞於這個硬件的一個重要性 也是在使用方面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然後這個Mari這邊它是有一個現在在新做一個事情 就是他們跟這個醫院的這個整個的 除了這個機器設備以外 跟醫院的其他的這個軟件系統 他們是做一個整合 有點像這個物聯網一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說他們這個事情如果能做的比較好的話 後續的話可能確實能夠在這方面能夠讓這個Mari整個這個產品的一個銷量 還有這個年輕都會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然後這個我還了解一下 其實他們這個新的SaaS有一個在IVD方面是新開發的一個這個軟件 就是這個Mari智檢 其實這個智檢的話就是他們解釋說這個IVD的話 在這個Mari智檢能夠很大的提升這個在這個實驗室的IVD的使用的這個效率 和能夠增加他們的這個醫生的使用習慣 然後這個的話其實臨床的反饋是非常好的醫生 所以說這個就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SaaS軟件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關於這個醫療新基建的問題 其實我也問了一下他們這個醫療新基建具體的這個收入貢獻大概能有多少 然後他們也解釋說這個今年是大概有在150億的這個新基建的總規模裡有60億是直接跟Mari相關的 然後今年是準備執行一半在年底 所以說大概是在今年年底的時候有30億左右的一個收入的一個貢獻 可能在關於大監獲還有這個大基建的這個貢獻收入 然後他們也我問了一下他們的這個真實的訂單的一個銷量的一個情況有沒有跟進這個 他們也說這個雖然數字不能具體說 但是情況來講現在訂單的新增訂單數量也是非常的好的 現在也是在一個on track的一個狀態 關於這個醫療所以說是不錯的 然後下一個就是關於這個安徽基彩的這個這個情況 我又去跟進了了解一下 其實他們也解釋一下這個基彩的這個 這次的這個規則是跟以往有點不同 它是有點像美國的這個GPU基彩 所以這個在這個新的這個規則下面其實是跟Mari比較有利的 因為其實他們也說現在國內的這個基彩在IVD方面其實還是比較依賴國外的 像這個羅氏雅培什麼現在是基本上是市場主要是由他們佔有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今年這個基彩在安徽這邊在採用這個新模式以後 這個其實最大的這個供貨商羅氏是已經退出了這個基彩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其實是跟Mari比較利好的 因為這個最大的這個競爭對手能夠退出 所以說對於他們這個市場氛圍其實是有一個打破這個現有的這個競爭格局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關於這個安徽的這個基彩 然後第二個關於影像設備這個基彩我聽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說法 就是其實這個之前也有討論這個Mari的這個影像設備 包括他們的監護設備 這方面是不是也面臨這個基彩的壓力 其實他們說這個在影像設備的這個裡面 它是歸到這個醫院設備的這個CAPEX裡面 然後CAPEX的話就是內在的固定資產 它是由這個衛健委管理的 所以說如果是由衛健委管理 它就並不是由醫保局去管理 所以說醫療設備 因為醫保局是這個負責這個代量採購的一個部門 所以說如果這個行政歸屬是衛健委的話 可能在這方面 將來長期來講 醫院的這個設備可能是在基彩方面 可能並沒有面臨這個基彩的壓力 當然這個說話我也是第一次聽說 我覺得可能後續還要再確認一下 可能最好能跟這個衛健委或者這些醫保局的這個官員去確認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我覺得這個說法如果是成立的話 其實是比較大的一個利好 但是這個還要在 我覺得我是有點懷疑它這個說法的一個可靠性 後續還要再驗證一下 然後還有下一個就是這個high test的一個收購 就是之前上一次也講到就是在這個IVD方面 他們有一個收購這個high test這家公司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當時我好像我當時說這個收購應該是能夠增加這個 就是這個high test的一個壁壘的一個情況 然後現在我也跟他們的這個IR確認一下 其實這個high test確實是比我想像的要好一點 因為它是根據他們來講這個high test其實是在這個全球範圍裡的這個 這個IVD的原材料的供貨商裡面是排名第一的 而且是現在所有頂尖最頂尖的這個IVD的 像這個亞培還有這個羅氏都是用這個high test供貨 然後這個收購的話其實就是能夠確實是能夠增加它的一個壁壘的一個情況 同時這個還有一點就是它能夠除了提升競爭壁壘以外 還能夠減少這個成本 就他們內部估計的是能夠減少30%到50%的一個成本 其實這個對FD來講的這個意義還是蠻重大的 所以說這個是比我想像的要好一點 關於這個high test收購的一個情況 然後全球的這個擴張情況的話 其實基本上跟我之前講的應該差不多沒有什麼新的一個變化 就是在這個出貨的話 他們講可能在下半年可能會有一個10倍以上的出貨 在這個整批的這個這個影像設備還有其他的這個領域 但是這個我覺得可能有點誇張這個數字 可能也需要驗證一下 所以說這個是比較好的一些信息講完了 當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信息就是根據他們來說 這個其實下半年由於這個新冠的這個受到控制的情況比較好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呼吸機方面的出貨在國內其實銷量下滑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現在根據他們來說 最新的這個訂單的這個數量可能只有去年的這個同時期的十分之一左右的一個情況 然後他們也承認說是這個下半年可能在呼吸機領域的一個收入下滑可能是比較大 當然這個我覺得可能是不太好 但是呼吸機現在的這個收入占比現在並不是最大的一個一個點 所以說可能影響是有確實是會有一些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關於這個IVD的這個情況 其實我在網上也查了一些關於這個安徽這個基彩的一個情況 其實有一個就大家有一個擔憂就是將來因為這個螺絲現在 畢竟還是在IVD的這個領域是比較強在國內 所以說現在雖然這一輪的基彩他們是退出的基彩 但是之後的情況還是有可能他並沒有完全退出中國這個市場 所以說後續如果螺絲重新在下一輪的這個基彩 比如說其他省份的基彩如果回歸的話 可能對Mari的情況還是不太樂觀 所以說可能還要再看後續全國的一個IVD基彩的一個情況 如果Mari能夠在其他省市也能達到這個安徽基彩這個成果的話 我認為就可以確認它這個是一個比較利好性 所以後續是需要在進一步觀察的一個情況 大概就是這樣 好 謝謝Eliot 看來我好多不會回來 我們回答一些評論吧 OK 那就先翻譯一下 我猜它應該是 我猜它是不是答到去 JD那些是否答不出來 JD1P還是JD 應該是JD就開始了 1P和3P有什麼分別 問1P和3P有什麼分別 3P的模式是3P是3rd party的marketplace 即是平台模式去做 1P是直接售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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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東和唯售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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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好看著,我這陣子沒什麼留意 如果我update再講這隻的話 因為記得之前的產品都不太吸引 接著就比較賣傳統藥多一點 其實上市的時候問什麼先升後跌,搞笑的 這個Louis T. 問 如果民營醫院賺得太多,是不是會給中央壓制 這個不知如何評論 大陸的東西通常升得很急的東西都會有 policy 只可以這樣說 接著987就問浩德,什麼時候出資金指數 這個等下浩德回答你 接著就,Ken哥哥說這個聯儲局推出了SRF機制 Standing Ripple,930分 這個他叫做,要撿一撿那個.cash 我先讓他回來看看 謝謝你阿King那個 接著就想問Kelvin 9926pd1這麼便宜 會不會打殘其他pd1 如果是說9926應該說阿Kiso就是pd1 其實他剛剛批的適應證是期金籃包樓 其實全世界都批了 其實之前 所以那個競爭就很激烈 他很便宜 之前我講過幾次 其實這個適應證其實那個市場就相對是 比大家的pd1 player 其實是target的肺癌、胃癌、食管藍那些 那些的適應證 那個市場真的小很多 所以暫時都未必會見到 你不會見到他批完 然後賺很多錢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尤其是他接下來的ebo也不會參與 因為大家都進去了 他現在這麼遲進去都沒有什麼用 所以他應該都是好像 順便這樣做一些贈任方式去做 如果在pd1方面 我其實之前就寄望一下 他跟那個安樂替尼 如果有聯合治療的產品出現 那些的臨床數據是 會不會相對他們好些 可以吸引到其他下游匯賣的藥 那這個還要等 接著有Louis Thiemann 你這個浩德加注有沒有方法估值細圖 我沒有笑 Ada有沒有補充 其實浩德說了很多次 這個我們再回來再說 但我想說 987OK 你後面的東西沒有說 他待會會生氣 等等 我問你多讀一次 後面的東西你都沒有說 你只是回答第一個司機金指數 他問匯豐的原因 那個有沒有免費渠圖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用Bloomberg 所以可能其他的觀眾可以幫幫 有沒有其他的渠圖 即是他在說 會出自選股成交 可以變成Excel 我不知道 看看其他 加奧有沒有更新的資料 我暫時不知道 匯豐的前幾天 阿阿阿浩德也有提到 我們還要保持 我們提到的幾個key point 幾個人都有發生 唯一是十年差跡 然後還有後面 後面再問有沒有司機金十大持股閉月份口頭趕著 那不是那麼好 真的出街的時候就大家一起看 那些評論都說了 我們先看看即時的問題 Canalab就說Hi Calvin 有沒有開拓的項目 沒有 沒有啦 那今天就不算太差了吧 讓我開一下 跌四隻左右 但是我想說 大家看著它 那個market cap 現在是310元 然後開一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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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騰性 它又變回310元 很搞笑 那隻兩隻是一樣的 那隻那個market cap也是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些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Canalab再問這個 那隻BioTech Company 就是 那隻esmo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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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我再update 那些 那些有很多間 那些 那些 那麽可說 你是精盛 應該是300450 應該是Wu Histelet 然後 那隻 應該是Innovance 那三隻都是跟Equipment相關 但三个亦有点不同 Sean可能正正熟一点 他应该是Crystal Growth那些机 他应该是Solar和Semi的end market 300450Wuji LED是电池 所以end market是EV 最后300124Innovance是很阔的 它有很多饭 Battery有 其他industrial automation都有 所以比较散 所以三间的end market也不太不同 谢谢 谢谢 我们三个都没有 所以就说到这里 然后PP问 豪德粗盆方面 会不会留一些House Money在个股 还是通常一清就清掉 House Money 这个我们没有prop trading 我们只是卖给一分 所以House Money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然后Simon Chan问 买了欧飞光没有? 昨天晚上出了会计多久要看 还没买 还在看 真的升旺 然后PP就说 欧飞光没有了Apple 要买都买一时一年 靠我 靠我我还看得少些 但是 我看到Simon也说 其实欧飞光是转型 是他都迫着转型 你最大的一两个客户都不行 一个没了一个就不行 是要转型的 不过转型可能都需要些时间 所以我还是先看着 然后GMT就说 iBaba的9月co-option 现在有 有4张成交 没有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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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Simon Chan又说 各位电子 都要等纳讯给他 要看一下欧飞光的最新资料线 他说 做单一Apple很大风险 所以欧飞光转型 应该都是说刚才 给他说的那样东西 然后Shopdenyu就说 不要理我 可以 我都迟了一点 不好意思 接着Kim Hong Wong 就说 吉里迟着有不水流入 车股来说 它是否 短线来说 是否最好呢 那 就 其实也挺有趣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它 8月的数 它那个零黑的 那些销量跌至少 大家估计是跟芯片相关 然后反而升 如果看回刚才 就是那个Failration 你都看到 是相对的好似着好一点 不过 我们现在有比较低 就是 真的 就看得远一点 比较低 比较低 吉里也可以想想 不过 现在的车 都是 有点湿地 这几个月 嗯 不知道 去到哪里 接着 汪 施生如流 就说 多谢我的分析 多谢你的支持 Kim Hong Wong 再问 有没有看新大能源 怎样看新大能源 是不是 林志祥阳做节目 他看好新大能源 还有1919 19 130 8 韓文股 那些 A大 还是9 其实如果看1799 的话 近期的Polysilicon 这些Poly 其实已经很惨 上来 因为大家知道 刚刚之前有说过 第一支贵料的价格 就开始上回来 我昨天就看到 因为今晚就会出那些价格 但是看到一些留言 就是说 散单最高已经上到$215 有些$220 都看到 之前说的最高位 都是$210 $213 所以就有一个比较利好的讯号 另外 坦白说 你看看First Half 做最大的三间龜料 可能是通威 大串 和新德 其实做得最好的First Half 就应该是通威 通威的margin 就应该是最高 反而最低的应该是新德能源 只有40% 但是因为通威 其实就不止做这个龜料 它有点典 现在下流的点典 其实就说着Tag的改革 所以就变相可能在这个位置 我推薦通威 觉得会通威好一点 还有新德 坦白说 可能因为这支特变电工 看见这支特变 60089 所以就不知有关事 因为这支特变电工 其实你见过Trend 跟这几天差不多 接着就航运那些 我们还有Exposure的航运股 虽然不是这两支 所以我们仍可以 开封 开封 119就好像见过开封 上个期 在Mechico 就是真的 Global Trade 正在升 接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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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 又不是 Exactly 那样东西 就是 是不是真的 一个 不够 接着呢 其实不是的 不过短期的接着 是压住了 所以有些少不同 OK 好 Grader 接着就是 Long Cesario 就感谢Elliott的更新 多谢你支持我们 接着就是 Tiffany Hoy 问这个 应该是说的 仓位 大概是七成多 接着就是 接着就是 抽不中 海会 有多少 做事 搞笑 接着就是 Devney Powell 就说 可不可以给个 brief的conclusion 在MyWay那里 那里 所以翻译翻译 那其实它 它也是在说 我开刚才 它是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 我先把它开开 先把它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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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开开开 其实大家 我自己觉得 MineWay 就是因为它做 这个设备 整体来说 就是 接着基础建设的方向 都是继续去的 大家唯一最担心 因为它主要是做 那些 都有一些是做 IVD 之前 如果它有说 就是安徽那边 那边 有大人采购 现在暂时来看 都是比较力 越好 接着就 CAPEX那边 Elle说 要再update 接着就 就有说 它在海外那边 海外那边的收购方面 其实MineWay 它本身都在海外那边的销售都很不错 尤其是 刚刚 就是COVID那段时间 它 卖那些呼吸机 其实对它的品牌来说 都是一个 挺好的 效果 所以 都期望它可以 在海外那边扩张 因为 之前都有说过 其中一个题目就是 它 卖完COVID相关的产品 可不可以销售到其他东西呢 这个 都 挺 挺重要 因为要支持 海外那边的增长 接着就 其他那些 它 前几天都说过 应该相关的 就是大概 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那 股价就都回帖了多少下 所以就 现在 会不会便宜一点 买呢 可以 那 接着 就 去到哪里 就 然后 就 抽中了也是炒股工作 接着 David Powell 就问 为何 6160 升了这么多 它在问 是 北京 其实 我看到它 真的早过 B故声 之前 尤其是 这个 是APR 来的 你看到 其实都挺厉害的 你看到 在 香港那边 的成交 是大了很多 之前 你看到之前 都是几千万 左右 现在都有过亿 所以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是不是 一些基金 转到 北京 呢 就是 不论是 可能是 北水 以及 本地 那些 的投资者 其中一个原因 我自己想到 就是 大家都 很不看好 一些 传统药企 特别是 最大的那种 本身 所谓是 做稳转型 去做创新药的 腾税 就是 PD-1 的故事 就有点难 现在可能 是 有点 uncertainty 和它自己的 fundamental 方面 就是 最糟糕的 就是 增长是零 刚刚那个 的业绩 那这个 就出现 一个 的情况 那些钱 是不是 想转移到 BioTech 那 就是 你以为 法制 BioTech 它都有做 PD-1 但是 它还有其他的 产品 和它的 投资 是真的做得最厉害的 你以为 R&D方面 那 它 说真的 大陆 那么多 的 BioTech 它 都算是 龙头 如果我自己想 的话 接着 好像还有个 好像还有个 有个高层 好像拿了奖 大概都是 看到这些 那 接着 它有个 BTK 的弱 的死刑症批了 接着 那么多 就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追回 这种 但是 其实也很难玩的 你看到 就是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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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打上去 就好像 吹 Bang 那 我们就有点 然后 接着 就 多谢 Charles 支持我们的 亦都 Kero 问 665 出手 闹 6份 Fed Glass Sean 没闹 没闹 我们没闹 都先看看 然后 CK2915 又问 开拓的 placement 暂时 都 炒住宣 似乎 好像 如果 在BowTek 因为这些都是 和Covid的 药相关 但是 都当它是BowTek 那 那 那 就 现在都是炒 Covid 那些 例子 药 那些 所以就不是少少似乎 正常 就是 我现在都是比较 短线地看 如果说 开拓 和 腾胜 那些的话 你看到昨天的 疫苗也很厉害 我之前记得 还有 Nikeo 有说过 这些 都放上去 好像 在 Moderna 在日本那边 那些货 有些问题 好像 Nikeo Nikeo 好像 Nikeo Nikeo PG 问Dada 有没有跟踪 他 Sean 又想補充 一段时间没有 但我看到 他昨天早上出了 结果 结果上 我未有很详细的 更新 但我本身也喜欢 这家公司 但乐河 因为他正正是 吃剩社会断救的 竞争对手 所以 你看到 今年年初 股价已经 开始打下来 因为他本身 大家知道 他分两个 一边是做 京东道家 和 达达快送 所以 一个是做 last mile delivery 一个是 用APP 下单 背靠京东 JD Supermarket 和 永辉超市 Walmart 所以 和社交团队的性质 很不同 下单价 超低 亦是超快 亦是超慢 亦是超高 亦是超慢 亦是第三次城市 第三次城市 那边的优势 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 有点难搞 而且 last mile delivery 最麻烦 就是要 那些骑手 直接送上去 所以 骑手的成本 一定比 社区断救那边更高 所以 暂时 背景 是有点弱 就是这样 Eric Lee 就说 持有CK监 接着 5号仔 有没有监 多谢你支持 刚才5号仔 就像Ada 都说了 前面我选过 那些 最近就没什么 ck2915 再问PD-1的公司 现在是否 现在选择 选择什么公司 我现在选择 Tag 真的不要只看PD-1 我只可以这样说 我之前都说过 大家都好看 因为现在都知道 在大陆那边 那些药的价格 风险都很大 所以 接着 都会有 生物类刺药 非常相似 接着 应该到PD-1 我估计 一两年内的事 会发生 所以如果只做PD-1 就风险大 尤其是越来越多 players 前附近 VC Biologics 都有一家 要上 PD-1 他帮忙做的 所以就要看海外那边的发展 之前说过 白祭在海外发展 就不用多说 就最厉害 跟着 Innofin 你也看到 他现在 除了在海外做 还要 还要 付少点钱 买到大陆 那些players 那些产品 所以 那个情况 你见到 BioTag 之前 第一批那些 其实都是 在转型 你见到 Innofin 之前只是做PD-1 现在好像都要 不断收购 所以 这个都是 in license 这件事 已经变成了 一个大趋势 所以 有做这些公司 那个 想象的空间 会大一点 所以 所以 现在 如果你讲 純PD-1 大陆来说 最厉害是 陷水 跟着就是 Innofin 暂时 这个情况 是这样 也应该是 但是 天花板 就没有以前 想象得 那么厉害 因为 他们都进来 竞争会再大 因为大家要记得 PD-1 这种药 不是最厉害的治疗方案 只不过是 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实验症 所以 很多人做这种药 所以 接下来 真的要再劲一点 有效性的 尤其他 可能商货 或者多货 即 这几年 就会有这些东西 那么 PD-1 就会变成 越来越便宜 这个就是各大方向 接下来 Puradet 就说 如何看中国 中长期经济发展 现在中国大变革之下 向左走 就比以前更加明点 这个 等下浩德派自己回答 他平时都有讲开的 接下来 Timmer Villau就问 广汽通常都是 Hashfront的 shortlake 我们怎么看 我们有少做的 不过之前 就是 你看到他 他都回了很多下 以前 讲的是 他都是那些 range 所以就稳定一点 因为这样可以做到 做到shortlake 这个 这个 我现在暂时想到的 这个 我现在暂时想到的 接下来 CK291 就问Ada2343 Pacific Basin 就 那些 Bulk shipping price 是否还在升 还是flat了呢 按出来 按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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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Tim Hong Wo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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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好 係 就 不得到 小便 都 X-DEP有否退役? 簡單地說一下,現在只有安達和利領 X-DEP的第一半業績其實不是特別差 如果要排名,只要看第一半的號碼應該是利領,之後就是安達 因為安達始終FILA的位置未必做得特別好,加上management call的留言 但其實早在兩個禮拜前有聽過X-DEP他們的Investor Day 其實也有講過幾個重點,可以講一下 第一就是他們的高端化,因為大家知道X-DEP本身是打下沉市場為主 三、四線城市,現在就希望陸續打上一、二線和安達去爭 這件事其實是比較長的故事,五年的故事 現在是否立即做到就未必了 還有五年目標的話,未來五年後就希望TOPLINE有20個B 現在就應該是8個B左右,所以KGAR應該是20% 其實跟利領和安達差不多是18-25%左右 另外就是大家知道X-DEP是主要品牌的特報 還有其他的Case Wizard、Vladium 這些其實是輸錢的,即是輸錢的 到未來的虧損會收窄,在未來的一至三年裏面 以及開始打於Mass Market為主,即是專注於KID 即是跟安達差不多 還有保佈和籃球為主 很感謝Sean Kris Wang說CARTi是PD-1的原理 CARTi是細胞治療的療法 PD-1就是用單抗去製造 整個療程的方法都頗不一樣 連整個藥都是完全不同的原理 所以CARTi真的貴很多 所以我覺得CARTi需要幾年以上 接著KIR,我記得你那隻Loharis 其實Elliard也很喜歡這隻股票 接著David Powell問為何復星跌了這麼多 復星我們現在沒有了,就走了 那也很難的,因為大家在這裡等他批那隻 批那個BioNTech,在大陸批那個BioNTech的疫苗 到現在都,即是趕了很久,但未批 那就只有台灣和香港的單 那麽接下來已經,即是Vaccine 你在大陸已經變了,可能是只做Booster 那麽,所以就,你見到科興賺這麼多錢 你都知道什麼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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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那個復星的那個情況 就,都,我想都是這些位 即是,現在暫時都是,大家都不看這些 即是,大家去了看Covid就多了 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即是,多過是看疫苗 怎樣看油增發? 我看到一個at the market的增發 那,這個,這個 pre market,after market跌了3% 即是,看看今天賣賣到 那他增發其實都是,都是做回那些事情 那CK,多謝你支持我們 還記得Kill問,但最後有些貼文 Kill問,盡浩德不在這裡 浩德在旁邊,偷聽著 講一下中電和華電,有沒有加減倉? 沒有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華電,我們之前說過,喝了一些紅酒 華電喝了一些紅酒 今天就沒有,今天沒有操作 我講的是CR power還是華電 我講的是CR power 我講的是CR 那我見些問題就回來了 先看看樣子 多謝大家支持,我覺得明天會回來的 記得Like、Subscribe 還有,有些什麼想問就在comment那裡問我們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